一隻隻狗兒被關在只有兩平方公尺大的生鏽鐵籠裡 吃著不知名的湯湯水水 生活環境髒亂不堪 充滿排泄物氣味 這裡是南韓南洋洲市一家狗肉養殖場 在這個時候 在奧運會上不太遠 南韓國也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去考慮一下狗肉營業 平昌冬季奧運明年二月九號開幕 動保團體發動抵制 請願要南韓徹底廢除吃狗肉文化 受不了狗肉價格遺落千丈 以及美國國際人道協會等組織持續關心 養殖場老闆金融煥 成為這三年來 第十位接受轉業補償金協議 結束營業的業主 在他的養殖場 清點出一百七十隻狗 要被送到西方國家 等著被領養展開新生活 詳細補償金額並未公布 不過涵蓋收養成本在內 每筆交易可達數十萬美元 網路民調顯示 仍有南韓人認為狗並沒有比羊和兔子特別 維持吃狗肉習俗 一年約有一百萬隻狗被吃下肚 另外七成南韓人不吃狗肉 暫存禁止吃狗肉的人卻不到五成 甚至有超過六成民眾 支持人道飼養及屠宰 南韓總人口約五千萬 每五人就有一人飼養貓或狗當寵物 加上西方國家抵制 認同狗是寵物 不是家畜的南韓人開始變多了 也讓吃狗肉習俗在年輕人眼中 有如犯罪一樣難以接受 帶來新聞陳曉玲編譯